创业英雄会 请各位准时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陈伟红 此刻我和身后20位投资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期待着各路创业英雄的闪亮登场 从我们的创业英雄会节目开播开始 到现在我们也吸引了大量的创业选手和投资机构 除了各位在电视节目当中看到的这些在现场成功签约的项目之外 其实还有大量的项目在节目播出之后 也得到了许多投资机构的青睐 相关的这些投资谈判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 那么在未来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的来跟踪和关注这些项目的投资的进展 也在节目当中会为各位做进一步的呈现 希望各位锁定我们的节目来关注我们的创业英雄会 今天节目又会有哪样的一些创业导师来到节目现场呢 马上要为各位来做一个介绍 接下来我们认识的这两位创业导师 分别是国能中电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白云峰先生 第二位是知名的财经评论人 也是财经专栏作家石树思先生 欢迎两位 节目马上开始 我们一块来感受一下创业英雄们的风采 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个创业项目究竟是什么 各部门的影视资料准备期明天元旦要用 下班之前都准备出来 好的创业总放心吧 陈姐我这链接菜头下得不过来 能不能直接发到我邮箱里啊 什么你忙着呢 我还忙着呢 还是下午后我看一眼 创业总 但是这么多的宝宝 让我欠了是不是有钱 弄不完就继续加班 这都是因为数据传输不变 带来的麻烦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开发了云搬家 在介绍项目之前 我想有请现场的观众朋友 和我一起做个小游戏 现场有哪位观众朋友 自认为是IT小达人 请举手 这位美女吧 请上台 你好 请问您是做什么行业的 我是软件产品经理 有点压力 绝对的IT达人 今天我们要比拼的是 把一个网盘的照片 快速搬运到另一个网盘 您听清楚了吗 好 听清楚了 我们开始吗 好 好 预备 已经负物其大了 OK 预备 开始 首先找到一个网盘 选择一张图片 点击传输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刚才传输过去的一张照片 我完成了 您到哪一步了 我正把那个图片保存到本地 正准备上传到另外一个云盘 您觉得麻烦吗 是有点麻烦 因为得先保存到本地 然后才能上传 感谢你的参与 云班家为不同的云盘之间 修建了公路 可以直接传输文件 省去了将文件 下载到本地 再上传的繁琐过程 而且 云班家还能够 有效地保护 客户的隐私 在上传这张照片 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后台可以轻易看到 这张照片的内容是什么 而云班家帮您 切碎后 上传到你的网盘 除了你自己 别人看到的 都是一堆碎片文件代码 想偷窥 先顾个团队 开发破译软件吧 在未来 云班家能够帮您 将数据从任意APP 搬运到任意的云盘 甚至实现 全世界 四十多个 不同云盘的搬运 无有搬运达人 鱼工 今有云搬运达人 李海波 我是云班家创始人 请大家支持我的创业梦想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你好 陈老师 你好 你好 欢迎李海波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你这一云搬家 直接把云都搬到我们家来了 谢谢 这个现场看上去 还真的挺有童话色彩的 设计成这样的一个模式 第一个是想 让现场的观众朋友 二位导师 还有我们后边的投资人 很轻易地理解 什么是云搬家 还有就是 我想让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还有我的儿子 理解什么是云搬家 您照顾的可真够周全的 是这为什么云搬家要照顾到小朋友 是要从娃娃抓起吗 因为我儿子现在就跟他的同班同学在聊微信 经常告诉我 爸爸 我要把这张小汽车的照片 保存到一个地方该怎么办 我就告诉他 用我的云搬家吧 儿子你要支持我 儿子用过了没有 用过了 他的这个用户体验如何 来给我们出一张用户体验报告 好吧 我觉得可能会打到40分吧 儿子说了 爸爸 这个体验并不是太好呀 他怎么不是APP呀 他为什么打开会很慢呀 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看得出爸爸眼中只有儿子 就一直跟他倾诉 因为我的孩子会在电视机前观看创应用会 他打了40分 我不希望是说让他觉得我这个分数是有虚假的东西在里头 好 现在扩展一下视野 除了你这心中的宝贝之外 现场还有这么多的观众 还有两位我们的创业导师 他们也在关注着 您搬家这个项目到底能不能经得起创业英雄会这个舞台的考验 马上进入导师考核环节 看看那个石老师乐的 他一听到这个工具能把他的照片那个隐私都给粉碎了 别人看不出来 他心里特高兴 这是心话怒放 我是替白老师高兴 对 那就说明说他的市场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对 我觉得挺好的一个工具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互联网的发展 现在越来越多的感觉到这个云对我们的每个人的辅助作用 甚至对每个企业的这个企计化的这个帮推动的作用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你在各个云之间搭通的这个通道是对的 因为我们是需要这样的服务的 我唯独就一个疑惑 就说和这么多这个网盘公司谈会不会很麻烦呀 会给你签着开放协议吗 没错 真的很麻烦 对我们来讲的门槛呢 其实有两个 技术门槛我先不讲 从商务上来讲的话 是最难的 我们最长的一个网盘谈了一年的时间 然后倒数第二个是半年的时间 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了 所以我也很支持那些已经接近来的这些网盘公司的这些伙伴们 还是不错啊 那你觉得这个有技术壁垒吗 你刚才回避了一下 会不会容易被别人模仿呢 还是有技术壁垒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做的是传输 互联互通是我们的第一步 我们接下来要做传输上的加速 传输的加密 文件的备份 文件的加密 这才是我们的核心 要搬什么 以及以什么样的速度搬 在小李的心中 其实都已经有了一篇大文章了 石老师呢 我听说能保护白老师的隐私了 有时候我说开发软件 这帮人是很厉害的 他给你用很小 免费使用的云 你很快就会买 对吧 尤其爱旅游拍照片 然后呢 很快买了 买了就可以进入收费阶段 就你挣谁的钱 你看我现在要续我的手机的云 对吧 那个每月多交六块钱 膨胀很多倍 它其实并不贵 对的 那您收多少钱 我们收取少量的功能费 一年十二块 十二块钱人民币 十二块 一年费 一年费 同时增加 更多的功能 来充实 你花的这十二块钱 就保护隐私 白老师的隐私 保护住了 我真没那么多照片 真的 我这云从来没满过 还有一个 老师一说就说漏了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就是 你刚才提到了 儿子对父亲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你给我传是传了 需要更好用 更便捷 对吧 我们未来打算在三到六个月之内 将我们移动端 还有电脑端的版本 我们完善了 这时候的体验会更好 还有一个就是 你创业我有点不理解 大公司的 高薪 还是领导 这不是弃我们很多求职者吗 好好工作不干了 对吧 也没人逼他 是吧 一调查 我看简历上写的 人缘还挺好 怎么就下海了呢 我们会去开会 每周会去开会 每周之前要是写报表 我要写两份 第一个 我这周干了什么 第二个 我下周准备干什么 我越来越厌烦这种方式 我已经没有激情了 正好赶上这波 创业的这种浪潮 我想把我这几年来 积累的经验 拿出来 去做一个好的产品 海波尔 你给自己挖了多大一坑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你看你讨厌过去公司 写报表 按程序 你公司难道没有规矩吗 您可是创始人啊 也在招一帮人 您又制定了规矩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一定是有规矩的 你的规矩是什么 他是每周洗两篇 这周要干什么 我的规矩是 不用写报表 我就看实际的东西 什么时候给我出产品 这就是我的规矩 以这个任务导向型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模式 你这认同 我认同啊 好 我能懂他 谢谢老师 为什么在大公司 他人生的答案 每天都活在他的面前 虽然可能这个答案 很多人羡慕 光鲜亮丽的 他创业 就是把人生从有答案变成了没答案 我们人生活着怎么才有乐趣 可能创业是其中的一种 为什么 因为谜底永远在上天手里 我们为可能性活着 加油吧 兄弟 加油加油 加油 真的是很棒 此刻对于你而言 未来也是不可知的 我们来看看 你们会不会一致推荐 李海波进入我们的下一个环节 来 全场倒计是五秒钟 五 四 三 因为三家在国内来讲是第一家 第二点是说 我们现在已经接了很多 战略性的合作 已经谈成了三家 我觉得导师对我这个项目一定会提醒 二 一 我会加油 你的加油已经感染了现场的两位创业导师 谢谢大家 海波他说 我的儿子给我的这个软件打了四十分 因为我在什么这个速度方面等等方面 还有很多的弱点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业姿态 在我们的舞台上 很多人会把自己说得很完美 为什么 他渴望帮助 可以理解 只有珍重的成熟的创业者 会露出商品 破绽 我相信很多投资人 会因为这个诚信 更放心地投资 欢迎进入投资谈判环节 给熊猪猪气昂昂的小李同学一些掌声 来 更多的投资人其实期待着能够从我们的背景介绍当中 对你的创业项目有更多的了解 马上来看看下面这个短片 有一个多月 我们是从11月开始用的 大概有半年后 我用云搬家大概两个多月了 就帮我们释放了一些数据的空间 然后也便于我们信息中心对整个的资料 做一个更好的一个统筹和管理 从一个云盘到传到另一个云盘的话 速度的话能够大大的提高 连通了一些现在主流的网盘的这个分享的功能 就是这个速度这个功能可能还是会 如果有的话当然是最好 我们采访了不少使用过云搬家的用户 当然也有一些合作伙伴 那现在我们用面前亮灯的方式来采访一下20位投资人 有多少人对这个项目有兴趣 有多少人对这个项目已经表示要放弃了 来 各位请表决 灭掉了四盏灯 当然我们想听一听灭灯的理由 对不对 来 首先因为你不是做吃的 你一定要把自己打造成吃货投资专家 是吧 我喜欢消费品 第二呢 因为我不喜欢自拍 第三呢 我基本上网盘用的感觉很好 从来没想过需要搬家 不管是现实生活中的搬家 还是云上的搬家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低频的应用 好 谢谢你 那我想问问你 到底这个搬家的意义是什么 如果像大家每个人手头都有一个云盘的话 都有一朵云在那罩着的话 我为什么要老搬来搬去呢 未来我们的数据膨胀量会更大 对于数据的传输搬运加密存储 这才是我们真正未来的方向 搬家只是我现在提炼出来 让大家很容易理解的一个词 其实我觉得 这个项目本身的核心价值到底在哪 还是要交给我们现场的各位 保有投资兴趣的投资人 来好好的挖掘一下 我也请出你的另外一个小伙伴 一起来面对投资人的提问 好吧 来 展示欢迎 各位投资人好 我是云搬家的技术负责人 CTL刘哲 我只问一个问题 这个工具的话 用户数怎么样很快的冲上去 这个用户数的话 我相信我们在打通各个网盘的 同时会带来各个网盘的用户量 首先这个用户量是非常巨大的 每个网盘都有好几亿的用户 我来补充一下 我们目前有三个重量级的合作伙伴 其中一个就是某运营商 我们会把我们的程序 相互嵌入到APP里面去 这个运营商明年终端的销量 大概是3.3亿部4G手机 都会附在这个吗 都会预装我们的APP的软件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相互各自发挥自己程序的优势 能把用户粘度做起来 我来给投资人补充一下 还有三四十个人可能加入 就是他儿子他们班的同学 如果这个用户体验足够好的话 他儿子一定会不遗余力的 去扩大这个使用的人群的数量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的用户量跟这个投入量 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量级 大概我们需要一季的带宽 四台服务器的话 我们大概能撑到50万左右的一个用户量 然后使用频度的话 应该占十万左右的一个很高频的一个使用用户的情况 可不可以在比如说存工具类的应用中 融入一些这种社交的元素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在做了 我们目前来讲 可以像微信一样组一个群 在群里大家相互分享自己相关的软件 这就非常方便 不用管你来自于哪个网盘 你只需要去存就好了 我们未来会有素材的交易 那我们会放在群里面去做素材的交易 是不是所有的格式 比如说图片文本 或者是这个我们的通讯录啊 邮件呢都能够被搬上去 目前来讲 我们能搬的就是图片 文本 视频 音乐 其他那两个要去看对方开放的API的程度 在目前市场上有没有同行 就是竞品方面 您的优势是什么 目前在市场上没有同样的竞品 在中国啊 在美国有一家竞品 如果BAT 这三家 因为他们在这个云这方面有非常大的投入 如果他们参与或者做这样的事情 怎么看这个项目 BAT三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包含我们在开发API的时候 也发现了他们有优势的地方 也有劣势的地方 那未来 可能谁会剩下呢 可能三大运营商 BAT 再加上另外几家 那就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 好 谢谢 来 同样非常的自信 这次我们的团队希望融资是600万 出涨10%的股份 好 来 我们交给现场的20位投资人 考虑一下我们的融资需求 我最低不接受300万以下的投资 云搬家一定能行 好 时间到 我们来看看 刘刚600万 程薇500万 王盛江150万 刘永润100万 曾江涛100万 苏杭100万 汤继东100万 郑刚100万 安阳80万 赵建海 我问一下程薇先生 我们的需求是600万 然后你的投资是500万 这个当中的考虑要素是什么 就是他要多少 不能都给他 很简单 实在 对 其实这个项目 我一直没有提问 因为我觉得创始人 他其实想的很清楚了 但我觉得可能 唯一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少烧钱 然后能够多拿到更好的效果 好 谢谢 谢谢程薇先生 你看现场有600万的 有500万的 还有那么多100万 等等等等 那你们两个小伙伴可以考虑一下 到底会和谁来牵手 好不好 来考虑一下 刚才我们看到给出了最高投资额度的刘刚先生 并没有表明说自己是一个自拍的爱好者 但是在最后的时刻 用他的投资额度力挺了一下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除了这个在资金上的支持 其他层面 我想了解一下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资源 我们可以相互合作 目前我们已经上市了105家IPO的项目 在国内有70多家 那我想的话 我们在这些互联网领域有非常大的一个板块 都是布局在这个板块 那么我们可以推动您的这个项目 和我们所投资这些企业进行合作 包括工具内 包括这个云盘 这样的项目我们都投资过 谢谢 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 找到了 找到了 好 来宣布一下 刘刚刘总 刘刚刘总 恭喜 现在我们就请我们的创业选手跟投资人 进入到我们的签约室 完成签约 来 有请 放弃了世界500强的工作 他就是为了找寻人生的意义 创业给了他机会 让他有梦可追 他勇于与全球的巨人们玩耍 搬运各大网盘的数据 他也勇于承认 产品做的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满意 实诚执着的海波 不仅征服了导师 也引来投资人的合作 海波 保持你的本心 让云搬运早日实现 让儿子为你骄傲 人搬家 加油 不想带着厚厚的导游书去旅行 我知道我对这个产品有巨大的需求 所以我怀疑它的应用 公司成立的时间是哪一年 产人加油 有故事 录日静 下雨 创业英雄会的选手服装 由禁霸男装特别赞助 禁霸男装更好版型 更好夹克 马上来关注一下下一位创业选手的创业项目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处都是文艺复兴的气息 可是谁来给我讲一讲 来来来 请大家靠近我 我给大家讲讲盛光场的历史 大卫 男神 导游 可以去那边讲讲吗 不行不行 他里人太多 别捣乱 我听说 原版的大卫被椅子砸破了胳膊 为了保护他 常在的学院美术馆 我们现在看见的 就是一副制品 这才是我想听的故事 我得把它记下来 这写故事 哪来的时间旅行 要不我录个音 这录音 回头我还得整理成文字 算了 太麻烦了 我先拍照 老大 老大 我在布罗伦萨 什么 紧急任务 要回国 好吧 想要个自由狂野的旅行 怎么就这么难呢 这回 我总算可以拥有一次 自由狂野的旅行 而且 我带了旅行神器 Yuki Yuki 走哪 听哪 里边的故事呀 听起来就跟讲段子似的 有了它 你再也不用写故事了 录个音就可以直接分享 全世界的小伙伴 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了 要是你懒得听 还可以直接语音 占文字呀 我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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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老大 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带来两消息 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要听哪一个 坏消息 坏消息是 你现在跟我 回国 那好消息呢 好消息是 姐 要带你去创业英雄会 创业英雄会 对 陈老师 我可喜欢他了 他是我偶像 你别着急 我听说 他可喜欢旅行了 陈老师 你上了呀 陈老师 陈老师 我都提供 不怎么敢讲完了 你急了 你跟哥哥 陈老师 我可喜欢你了 坏事实说 对于你刚才 毫无节制的表扬 其实我真的 就还有点 小接受的感觉 陈老师 你是我男神 不敢 不敢 我现在是休息 你累了 我等会儿再上来见你 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 来来来 他是谁呀 他是我的 创业小伙伴 我的配音的 我还以为 他是你请来的演员呢 不是 那你这个伙伴 可请的真值 又能陪你创业 又能帮你表演 对啊 他平时就是这个劲儿吗 对对对 一分时我就没那么兴奋了 我以为他见到我 才是这个劲儿 然后你平时 就一直是这个劲儿啊 没有 他平时稍微平静一点点 稍微低调一点 对低调一点 不然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有机是做什么的 好 首先这个是我们有机的 一个登录界面 然后轻轻点了 那个登录界面以后 就可以进入一个录制界面 因为它是一个语音日记本 它可以直接将语音转文字 点击屏幕任何一个地方 就可以 就是开始录音 那录音的那个文件 就直接会存在 我们的日记本里面 然后到了日记本里面 这个语音可以长按它 就会语音转文字 然后就成为一个文字日记 非常方便去记录旅行 那接下来再按那个 我们的更多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云地球 我们一起去欧洲去看一下 这个界面很可爱 那现在我们到了巴黎铁塔 那上面有很多语音 说明有很多经过巴黎铁塔的小伙伴 在那里去留下了他们的语音故事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尝试听一个故事 对 知道为什么巴黎铁塔是爱情的象征吗 因为这里有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 有一位叫埃菲尔的钢铁结构师 痛失爱妻 为了能与妻子离得更近 于是建造了当时最高的埃菲尔铁塔 这样他就可以站在更靠近天堂的地方 对他的妻子说一句 我爱你 就这样埃菲尔铁塔成为了爱情的象征 就是你们也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听到了一些有缺小故事 你们也可以站在埃菲尔铁塔附近随时分享 这么可爱 然后我们以特色配音的方式 去做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但我发现有的时候 其实你如果跟着导游走 导游也会讲一些 可能书本上你没有看到的一些 所谓的译文趣事 对 那你的这个有记当中的这段故事讲解 跟某一个具体的导游讲解的故事之间相比 你觉得我为什么会要选择你 因为跟导游 大家知道你必须要跟着导游走 你的那个定理位置就受到一定的限制 然后这是第一个原因 然后第二个原因的话 你跟着导游听故事 他一般可能偏向于文化和一些历史方面的 就是一个介绍性的这样的一些讲解 我一看这个云峰瞄着老实看 就觉得像你这样年龄的人应该要尝心一下 对对对对 我觉得比助听器管用多了 他肯定不太懂不太出去玩 确保旅行经验是吧 确保旅行经验 其实我觉得石老师 我到过商品 石老师基本上都跟团 这个年纪大的人基本都爱跟团 觉得放心 其实他们到过地方我很多都到过 我觉得这个产品蛮符合潮流的 对 我的感觉就是它符合个性化的旅游时代来临 因为大家越来越摆脱了旅行社 按照自己的心愿去确定旅游目的地和线路 这种旅游是升级版的 它更接近了休闲旅游的一种状态 从观光到休闲 对 所以一个城市想尽游客的钱 也得摆脱门票经济 因为你永远挣不着钱了 你要走向服务经济 这是一个大势所需 这个产品我认为是有市场的 但是你挣谁的钱呢 我们的营业方式其实有很多种 那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提前下载 大家知道去海外旅行的时候 那个流量非常昂贵 因为是国际漫游 所以说它可以提前下载那个语音包 那提前下载的话 是会需要有个非常小的费用 只要10块钱 第一个我是比较担心你的内容的组织 包括那个专业的内容 包括这个分享的这个内容 第二个其实我觉得还是技术上 还是有一些的这个平静的和这个障碍 我觉得你刚才也都说要调整 反而我觉得它这个项目 对技术支撑的力量要求非常大 对 我觉得技术支撑性非常强 而且第三一点 我觉得目前来讲 我觉得你目前考虑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不是很成熟 我觉得还得要借着这个机会 把它再提高一点 增加很多的盈利点 增加好多拓展空间 好了 现在两位 你们觉得思思的这个有机 有没有机会去和我们的投资人 面对面的谈判呢 来看一下你们的态度 请将手放在面前的推杆上 仔细的思考一下 来 五秒钟的倒计时 五 四 三 我觉得能通过 我对我的沙漠特别有心情 老大我特别爱你 老大 加油 你是最棒的 二 很厉害 我觉得都挺好的 为什么呢 看我们解译上来 多乐呵呀 一个问题 一个答案 一个问题 一个答案 中间都不太断了 就总感觉 下一秒就给推了 没想到到那一点 他给掰回来了 或许这次是一艘误杀 但这误杀的原因 肯定不在于别人 在于你们自己 你们刚开始 去整个在介绍项目的时候 其实根本不清楚是什么 别受打击 我就跟你说一句话 我们是怕你转过去了以后 现在的这个价值还没发挥出来 被对面的投资人给低估了 刚才一说 这么多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还没成熟 我还是那句话 回去好好的再完善一下 我想听到就是 他们问问题 到底他们期待什么样的答案 其实我们商业模式 我刚才说有一个欺负 我刚才列了一个列表了 其实他可以就是在 在路让我讲细一点 关于选手 他在资料里 确实写了有关他的运营模式 但他连材料里的都没说清楚 他应该把他的商业价值 在这个创业的舞台上 展现给所有人 太文艺化了 创业节目就是这么太酷 永远不会为文艺买单 除非你能把文艺转发成 商业 还远远不够 希望你通过这次 创业英雄会的公开课 学会思考 学会调整 学会表达 学会提升 希望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开启他们自由而狂野的旅行 希望你的创业之旅 比环球之旅更精彩 谁啊 投资人笑了吗 观众笑了吗 我们笑不好玩吗 大家都愿意接受的 这就是有机带给大家的奇妙旅行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本节目选手服装 由禁霸男装特别赞助 禁霸男装更好版型 更好夹克 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创业者 我是科罗马 采神科技的联合创始人 CEO 一直以来 人类对视觉和美的追求 成为止步 从公元14世纪 欧洲人就开始运用了 透视绘画法 发展到今天 一部电影 如果你不是3D的 都不好意思发行 投放市场 大家看 我手上薄薄的有一片纸 在我们的长子里面 它是平面的 其实这个纸是有厚度的 只要它有厚度 它就是三维的 光 是呈现大天世界 精彩万物的根源 采神科技 寻找了部分光的规律 研发了3D的光学技术 在这个薄薄的一片纸上 呈现出了有深度的图像 这个深度远远超过了 这个纸本身的厚度 它使得这个平面的图像 多了一个维度上的视觉美感 目前我们这个技术 在美国 韩国 中国 都获得了发明专利 可以很自豪地说 在这个领域 我们和世界水平是同步的 可能有人要问了 和传统的技术相比 你们的技术 有什么突破 首先 我们这个技术 没有眩影感 360度可视 它实现了审美杖 质的提升 其次 小仿造 没门 这个技术的背后是 大数据 加高端制造 有极高的技术含量 新版的美元 防伪 就是采用了这个类似技术 最后 使用我们这个技术 不会增加你的使用成本 在未来 我们还会在这个 多出来的维度上 做精细的切分 使得 这个 平面的图像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约然纸上 同时 我们将在 更多的材料上 来实现我们的技术 比如像 皮革 像 金属 玻璃 等等 那我们将会把它应用在 包装 防伪 装饰 红化用品 供应礼品 等等 一切基于 平面的 立体化 的应用领域 那所以 我们要做的就是 基于我们的 3D的 技术 和材料 像 设计公司 然后还有 那个 印刷包装企业 等等 进行广泛的合作 创造 丰富多彩的 3D的创意 和设计 采成科技 致力于成为 科技 与艺术 相融合的 全球企业 典范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你好 你好 刚才介绍的 这一套 最新的 最炫的技术 目前在全球的 使用 其实很广泛 刚才你拿的 这个小小的卡片 给大家看 我觉得距离都挺远的 你确定大家 能看得出 你的这个科技的 神奇之处 在哪里吗 没有问题 我今天带了 很多的 很多的场景过来 那可不可以 让我们的两位老师 也能够感受一下 不让你们想到 小时候 梦寐以求的 一些立体的特别 这个是给 清华大学做的一个 因为清华大学 它要做这个 创新力的提升证书 所以它需要 一些创新的东西 对 这最薄 现在就印到这么多 有更薄的 更薄的 像用在一些 矿泉水平的那种 薄膜的 它是一种光学薄膜的载体 来 我们把它交还给工作人员 好的 其实我对我们项目 是非常的有信心的 唯一觉得 可能有一点担心的 是我们这个材料 是我们这个材料 是一个光学材料 观众看不到 实际的三具效果 这可能稍微 有一点点遗憾 刚才两位导师 已经近距离的感受到了 你这个技术的新应用 那接下来就一起进入 我们的导师考核时间 马上进入导师考核环节 这个东西好像小时候 我们也见过 我们的那个文具 那个尺子上 或者铅笔盒上 动一动啊 一会儿变成米老鼠了 一会儿变成糖老鸭了 反正就那个 它来回变的那种东西 这么多年了 你这个和那个技术 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发展 或者说有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吗 技术的内涵在哪里呢 你刚才说的这个技术 是一种光山技术 它其实在90年代的时候 就已经进入中国的市场了 它最早是美国人研发的 现在国内 像做的最大的 有一个集团 它是大概一年 它投了十个亿吧 来做这个事情 但这个技术呢 说实话 中国人只引入了它的生产线 没有做核心技术研发 所以我们现在首先 我们是跟它的技术 有一定的类似性 因为这都是一种光学的材料 我们跟它 从技术上最大的差别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技术 没有任何的眩晕感 就是你长时间来看的话 你会很舒服 头不晕眼不花 头不晕眼不花 第二个 我们这个技术啊 你360度旋转的时候 它还是立体的 它们的光山技术 如果你旋转一个角度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立体感消失了 是看不到 对 它立体感消失了 石老师您放心大胆的转 没问题 头不晕的 对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啊 可以做得很薄 它那个技术不能做得很薄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的应用的领域 会比较更广泛 广一点 对 而且我们的成本更管控 而且我看好像 可能厚一点的材料 它的立体感会更好一点 是吧 像厚一点呢 我们会把它应用的一些装饰 包括大型的户外广告啊 那些领域 成本怎么样 现在 就是你现在推广的怎么样 现在的话 我们大概是 两天一二年开始做的 我们前的时间一直在研发 包括从一四年都在研发 那个一五年的话 我们大概实现了 有两千多万的销售出入 其实我特关心一点 它的确它的名片 比过去那纸的好看 你比较韦红过去 银河名片 是土点啊 但便宜啊 但便宜啊 对啊 一盒 您这一盒 您这一张就得二十块钱吧 对 我们因为这个名片的需求 特别大 专门成立在业务公司做名片 市场反馈非常好 我们定价是一百块钱一盒 现在整个的业务量增长 非常快 一百张 一百张 还好 还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你做跨界的 其实在创业的舞台上吧 我就怕遇到这样的选手 跨界这个词最初特别时尚 它正好是跨界科技和艺术 对 而这恰恰是我们做研发的 两个薄弱环节 我就想寻求点奥秘 最难的两件事 连一个矛头小伙 怎么就能够做出这么大的突破 秘密何在 我首先可以说一句奇怪话 我比较喜欢跨界 因为我念大学的时候 我刚开始进学校学的文科 后来选了一个特别理工科的 转到了计算机器 所以我一直比较喜欢跨界 第二个 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我是做学软件工程 然后我们团队里面有做光学的 还有学做材料物理的 大家是一个联合的团队 而且是一个跨国的团队 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有在这个光学领域 做了二十多年的积累的 就它在这个领域里面 有非常深厚的一个积累 所以我们是一个高度的 一个协同的一个团队 每个人在这个里面 有一个擅长的地方 能够进行一个 很好的一个组合 用一句很形象的话 就是你是创业英雄会舞台上的一朵奇葩 因为我认为这个奇葩 我是蛮欣赏的 我认为中国 未来的中国 要想完成我们转型升级 产业结构的使命 就必须有双核驱动 一个叫创新 一个叫创意 谢谢 现在我们来看看 罗马有没有机会 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了 二位导师 进入你们的表决时刻 请把手放在面前的推杆之上 我们全场五秒钟倒计时 五 四 三 我觉得我们的项目 过第一番 肯定是没问题的 二 一 准 虽然两位没有共同达成一致的意见 我一点也不否认 它的这个项目的技术的先进性 或者说它的应用性 整体的工艺设计 尤其是在工业应用方面的设计 还不够有层次 不够有美感 没有打动力 面前这样的一个局面告诉我们 只要现场有超过70%的观众支持的话 科罗马还是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当中 好 表决前交到我们现场的 谢谢各位 所有的观众手中 请拿出表决器 看看有没有机会 突破70%的支持率 好 请表决 恭喜 现场已经超过了70% 谢谢各位的支持 马上呢 我们带着科罗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欢迎进入投资谈判环节 好了 我们的科罗马带着它历时三年多 打造的这个创业项目 来和我们投资人面对面的见面了 我们通过下面这个短片 先来增加一些对这个项目更多的信息了解 请看 这个材料它带给了设计师的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原来的这个平面设计师 大家只能在一个平面的一个技术上 去考虑这个色彩啊 构成的视觉传达的这个要素啊 但现在呢 是在同样的一个平面里面 你要考虑它是三个层次 一个立体的一个呈现 它在户外的这个广告里面 带给客户的这个价值是很显著的 三地的这个材料 它获得的这个关注的能力 是显著提升的 在印刷的精细度上有所不足 比如说它背景的这个 现在三地呈现的这个立体的这个颗粒度 还是比较显著 把这个线这个做得非常细的时候 它可能就很难很好的这个去呈现 柔软性和韧度上 作为一个材料本身 它是这个适应性上 比如说相对来说这个厚度 它是有一点厚 这个项目到底留给我们投资人 什么样的一个印象 我们可以通过他们面前的表决器 来做一次第一轮的表决 来 如果各位看好这个项目的话 请继续留灯 如果你不再打算继续关注这个项目 和投资这个项目的话 请灭灯 来让我们看一下 十四盏灯 为你继续亮着 恭喜科罗马 那不看好的原因 我们来听一听吧 就你刚才的介绍当中 没有告诉大家 你将来是怎么走的一个三页模式 没有非常强的具体的应用 让我们能够看到 产品的这个 所谓它的技术的先键性 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办法 让我非常幸福地守护我 其实没有说不看好这个市场 或者不看好这个技术 只是我对于这个科技类的早期项目 都比较谨慎 如果你是印在卡片里面 递给别人的时候 别人会看不清楚 还不如很简单地印出来给我 我看名字 我知道那个信息就可以了 不需要很闲 这个跟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 做数学题的尺子 那个很像 所以那个也没有大规模的应用 首先反对一下 之前投资人挺你一下 就是我投了很多吃的项目 这些项目 它的包装已经做得很漂亮了 但是还不够炫 恰好需要你这个炫的东西 去支撑一下 就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听了投资人的这番话 其实是对我也蛮有收获的 这个材料 它首先是一个3D的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 它其实是不单单是用在 我们现有你看到的这个材料上 它还是可以用在像皮革啊 玻璃上都可以来实现的 所以它应用的这个场景 是比较广泛的 是一个基础性的材料 但我们现在主要 我们在做的几块领域 第一个是那个包装 像电子产品 化妆品 快销品之类的 我们都也在做 这块市场的话 是我们现在比较确信的 而且取得了一个比较快的 一个销售的一个增长的 我只是看到您的立体的感觉 只是分了两个层 是您有可能比那个光杉的技术 有一些提高 但是有可能过很多年之后 大家热闹之后呢 可能还会变成做尺子 是吧 您能再讲一讲这个细节 是能真的在艺术产品 或者说美学产品上 有很多丰富的应用吗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3D的技术来说 它的生命力在于创意和设计 我们现在的名片看到是两层 因为名片太花哨了 它的面积本来就很小 看得会很不舒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对于我们这种材料来说 它是一个载体 就像3D电影来说 你今天看了一部电影 不能说我今天看了一部3D电影 我面积不看了 它的价值和魅力 就在于这个设计和创意 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载体 不断地有创意和设计 可以表现多层的内容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是还是给你一个建议 能在一两个哪怕两三个产业聚焦 把它做透 做大一点 就把你的核心的竞争的优势体现出来 这样可能会更好 它这个建议是比较有建设性的 虽然我们这个材料本身 它应用的领域非常的广泛 但是在我们这个初始的阶段 我们一定是基于一个相对比较窄的市场 把它做起来 做精 然后成为我们一个根据地 然后我们再往其他的领域去渗透去发展 我注意到这个市场上不止你们一家 国外的这个产品的已经存在了 在市场上呢 也有别的厂家在提供类似的产品 你们独特的这个竞争优势是什么 这个技术的话 在那个像美国 德国 韩国确实有 而且他们已经在做了初步的应用 我觉得我们的优势在于 第一个 我觉得中国有一个很广阔的一个市场 第二个 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产业链是非常的成熟的 上下有的产业链 特别在左转角 长转角 第三个 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组建起来以后 非靠中国这个市场 这个研发的成本 相对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也跟他有个一些接触和交流 基于这三点 我们是比他有巨大的这个成本优势和应用的优势的 你们现在的这个表现形式是一种静态的 有没有可能变成动态的 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刚才在的产品里面就有动态表现的 我们的技术保密性 因为很多的新材料 就是一个配方 对吧 现在您的团队有很多跨界的这些人才 那这些人如果股份很小的话 会不会自己出去再做一个公司 其实对任何一个高科技公司来说 都可能会面临这样一个挑战 我们所做的 第一个像这些核心的人员 他的股份在公司占的还比较高的 认为大家都是属于一种创始团队来做这个事情 第二个 其实我们在这个产业 行业做了区隔 就是每个人 不是说一个人把握所有的这个环节 是对他做了一个切分 这样的话保证你个别人的牛市 不会影响整个的这个团队的这样一个效率 和这个技术的这样一个经历 我想问一下 你公司成立的时间是哪一年 2012年5月28号 那么就是2012年 我因为我注意看到了销售收入里边 2012年跟2013年2年是零 那么这两年你们都在做什么 研发 一直在研发 对 那么真正销售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14年 14年开始 那我也注意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销售收入是大概是2100万 那么我在上面是每月固定开支是20万 那么我想知道除了固定 你们这个固定开支里边包含你们材料吗 不包含 那如果这样看的话 你的利润是蛮高的 大概毛利的话 其实我们是会大概百分之五 可能会50左右吧 我刚刚投了国内比较大的一家包装企业 我比较了解这个行业的一个痛点 其实柯先生讲的很多问题 他还没讲出没讲套 这里边我还有几个问题想知道一下 一个是你在液体 液体包装可不可以做 可以的 可以 像那些快小品的一些那种 瓶子外面的包装 对 科罗马先生可以来告诉大家 你这次的融资需求是 我们这次的融资需求是 那个1000万 然后10%的股份 好 马上有人灭灯了 但是大家还有30秒钟的时间 来做一个最后的思考 来 即时开始 还有30秒钟的时间 来做一个最后的思考 来 即时开始 我的预期是1000万 如果是低于这位1000万的话 可能我是不会接受 好 时间到 哇 放眼望过去 我觉得有一个数字 我需要率先来确认一下 坐在离我最远的郭子清女士 您写的是1000万 对 没有多写吗 没有多写 没有多写 来 真的是我觉得 现在中国的投资行业 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每个投资经理 都有自己的喜好 可能从郭总的经历来看 他可能对这个方面的应用 非常充满信心 也有可能他以前投过相应的广告公司 或者是印刷公司 或者说是这样的包装类的公司 所以他可能很看好这个市场 而这市场是我别人不了解的 郭子清1000万 吴东先生 50万 张华光先生 500万 安阳先生 80万 康炬东 100万 刘刚先生 300万 何坚人100万 王胜江先生 180万 来 回到郭子清女士的身上 这1000万 来 说一说理由 我个人很看好这个项目 而且我认为这是现在非常好的一个消费升级的这么一个点 它的技术其实是具有一些壁垒的 而且短期之内是难以复制的 它现在前期的投入也都差不多已经完成 然后可以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市场的这种推广 而且可以想象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何先生 你和郭女士坐在隔壁 你刚才一直觉得说 其实科罗马有好多关于包装方面的问题没有讲透 当郭女士按出1000万的投资额度的时候 你内心有没有一种冲动 说想拦住她 说 没有 没有的 没有是吧 你觉得她的这个投资是理性的吗 我觉得有点冲动 你觉得你冲动吗 我觉得要用事实说话吧 用之后的销售数据和企业发展来说话 好了 你现在自己来做一个决定 我选择郭女士吧 选择郭女士 好 没有任何的悬念 谢谢 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完美的对接 现在二位先在我们的签约室 开始这个项目的第一次的对接 来 有请二位进入签约室签约 祝贺 柯罗马先生 投资人行为当中 唯一的一位女士 以最豪迈的气概 满足了我们创业者的心愿 生意人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不熟不作 而现在 这条规矩正在被打破 柯罗马 一个软件工程的以柯男 却一头闯入了高新材料行业 他整合多方资源 勇敢地向着这个未知的市场进发 今天的这个舞台 对于他来说 是一个新的起点 而我们也期待着 看到一个更新 更美 更炫酷的世界 这一天外呢 我们主要是会继续开发 我们下一代的这个产品 我们所有的快销品 投入了研发 是我们下面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创业英雄会 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 如果你也希望来到这个舞台上 此刻屏幕下方打出的联系方式 我们提供给各位 期待着你来到这个舞台上 展现你的创业梦想 谢谢所有的朋友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也谢谢电视机前您的收看 下周五的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再见 我收到路方的生命 就像助力在彩虹之点 就像转型在最惨的星空 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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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